你不要叫 三十多年来 黄家人的每一天都是这么开始的 通常妈妈会是第一个起床的 她就三点多起床 所以她就会先帮每一个路线 先把料都备好 大概四点左右 就陆陆续续都会出门去做配送 成奸配送两瓶热热的养奶这样子 妹妹 妹妹 来来 妈妈 爸爸 哥哥和员工 要配送两百多瓶养奶 只有牧场小女儿黄一金能多睡一会儿 她们觉得这件事情很危险 所以不太愿意让我去 她觉得我是一个女生 可能个子也比较小 因为陈佩真的不轻松 载着玻璃瓶装养奶的车子很重 还要赶在天亮前全部发送完毕 早 这是两瓶多四 看你怎么配 昨天她喝这个嘛 今天给草莓啊 好 那个新的你给的到也得好 三个调味 对 一三乳是调味 一样 她们在配送的时候是比较紧张 跟时间在赛跑 所以她其实有时候会不小心 可能出一些小意外 比如说不小心自摔啊 或者是说有可能是被狗追啊 淹水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走到一个地下道 你可能引擎淹过去你就跑毛了 这些状况都很紧急 所以我们家一定会有一台备用的机车 是为了防范这些紧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马上有人去接替 拜拜 好 小心哦 拜拜 其实不必出门的黄一金总是悬着心 尤其是老天不上脸又劝不了爸妈停工时 下一天也就这样 对啊 前面没削啊 就是我一定会出门 因为客人在等着我喝羊 他们就是抱着家门心态去服务每个客人 是比较多的 就是这样 家门心态去服务每个客人 我记得有一年 那个台风很严重 然后就是狂风暴雨这样子 然后整个都淹水 就看到家里面已经在淹水了 然后就很紧张 说怎么办 就是我家人全部都在外面 还没有人回来 然后就想要打电话 确认一下状况 然后就会被骂 如果不是十年前一场意外 应验了一直以来 对家人安全的担忧 现在的黄一金 可能还是很听话 不会认真去思考 自家养养事业的未来 我们在旁边就会觉得 这个事情真的是太辛苦了吧 那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被改变 现在的他可能也待大陆 而不是清晨六点在彰化 帮着爸爸挤养奶 这本来不在人生计划中的 我爸妈那时候我就有讲说 如果你们可以有其他的发展 你们就不要回来这边 所以我念国企 然后哥哥就念典籍 就跟虚母一点关系都没有 学商的他原本打算在业务领域中 继续打拼 这倒不是因为排斥牧场工作 从小就帮着父母养养的他知道 父亲接手家中猪圈后经营困难 是好不容易才重新找到方向的 所以爸爸一直很努力 一天两次挤奶六次喂食 不假他人之手 还为了在自然养殖的状况下 增加羊之蜜乳量 到处找营养牧草 十年前得知有新品种 马上跑一趟台南农改厂 不料发生车祸 九九开货车 在爸爸南下要去 在这牧场的途中 然后被后车嘴撞 然后后车就是 后车就是疲劳驾驶 然后就往前撞到货车 然后整台货车翻覆 我们就两个都留着提醒 赶快回来 不过那时候确实也面临到 一个很大的抉择是 因为当时候 牧场只剩下爸爸跟妈妈 两个人坐 那爸爸又不行了 就是那时候他必须得长期休养 所以那时候就会面临到一个抉择 是牧场到底要不要经营 继续经营 他们老人家都这样 我没收起来 不要做啦 不要紧啦 就辛苦啊 不要做不要做 对了 没钓还可以 有可能还可以买一间厨 应该还可以过不错的生活 这样 但是讲不会讲啦 他其实心里面根本不是这样子想 打拼大半辈子的心血 哪能说放就放 黄一斤懂父母的执着 像爸爸现在即使有重伤后遗症 仍天天工作 那是连把牧草搬进羊社都使不上 但他还是坚持把能做的做到确实 那割草来说要尽量整株割起才不浪费 也才不会影响往后生长 念归念 爸爸还是会帮女儿收尾啦 一家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好 当年才会在面对聚变时 很快有了共识 那是暂时由哥哥来接手 做不了太多粗活的妹妹 则先回职场 说到黄一斤这个不多话 总是埋头认真工作的哥哥 其实是个惦记硕士 本来在市区的工作很稳定 其实就是为了 就是家人啊 就是爸爸跟妈妈 更多可能是舍不得妈妈吧 原来这个家经历的波折 不止车祸 就我那时候在幼稚园的时候 我爸爸就去开了 当时候非常大的手术 就是脊椎开刀 他再也不能做初衷的工作 他完全没有办法 可是那时候我跟我哥还小啊 我们都还嗷嗷待哺的年纪 那怎么办 所以当时候就是我妈妈 把这些男人应该做的工作 他把它扛下来自己做 所以他每天就是要扛 三十几公斤的奶啊 然后干嘛干嘛干嘛 就几乎都是他做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我们两个孩子 其实都还蛮 就会蛮心疼妈妈是 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对对对 哥哥接手牧场工作后 更深刻体会妈妈的辛劳 所以后来干脆辞职 全新投入 他改造硬体设备 重新规划动线 还运用专长设计了自动化的 羊粪输送袋 因为他说太累了 因为以前就是我做的嘛 我做的都是要下去吐晒 这么一来就不必弯腰钻进羊舍下方清扫 而是能快速收集 让他在发酵日晒后作为肥料 儿子的用心让两老不再反对孩子接班 年轻人当然是比较厉害啊 哪有像老人的那个头脑那么石板板的 一定有他们的一套 儿子的努力也提升了产量 但问题来了 配送订单没增加 多的奶该怎么办 妈妈后来是全送交养奶公司 这让在外力链几年后 对市场和行销开始有概念的黄仪金 有点担忧 因为他们签的约并不是很 保证收购的那一种约 然后我那时候是跟他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不能看它那么重 你看重了 你风险来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办法处理 而且农村缺工 爸妈年纪大奔波危险 光靠各个一个人 这传统配送模式能撑多久 他开始认真思考牧场的未来 牧场要经营下去 它一定要有活水 它一定要有新的客人 然后新的服务方式 让这个牧场可以继续经营下去 我内心当时就有一个 很大的想法 就是我应该要回台湾 四年多前 黄仪金决定回家 想运用工作经验 和哥哥一起再帮牧场转型 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能做到多少 可是好像有一种感觉是 感觉应该要去做 就至少我去努力了这样子 我们可能力量没有很大 就我们就一个人 或者是我们就一个牧场 但是我可以怎么做 或许我们就可以打造一个品牌 然后透过这个品牌 来跟大家互动 没想到站到第一线 跑诗集时 却踢了铁板 很多的客人 就是很排斥 是排斥羊奶的 但我都不懂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要不要这样子排挤 就当时候确实就会有一些状况 让我觉得好挫败 你帮我拿一瓶羊奶上来好不好 他一度挫败到自我怀疑 连爸妈也开始担忧 当时他们是担忧 就是担心 可是这个担心 在传统父母当中 不能变成是关心 还会变成是骂你 嫌弃你 但黄一金不想放弃 硬着头皮摆摊推销 再到医院找通路 卖给需要营养补给的人 努力三年 才慢慢站稳脚步 能再多做一些 那是到台中市区租空间 透过饮食来推广 他在吃起来口感 其实奶香味还蛮浓郁的 对 那除非是 他你本身对羊奶的味道 非常的敏感 不然基本上一般人 是吃不太出来 他是用羊奶做的 为此他还自学料理 自己设计菜单 大家这底下来就一直 这一天就有三五好友 相约到他的羊奶司厨用餐 可以上来了 这个是新鲜羊奶起司 对 用比较短的时间去发酵 所以它其实是软直 那一般来说它可以涂抹在 这个面包上面也是OK的 黄一鲜会教大家认识羊奶制品 教你怎么料理 怎么吃最好吃 我觉得配番茄很好吃 对 它真的配水果 是非常的搭的 越多人理解 它被接受被使用的机会 才能提高 我没有想到羊奶可以做成这样 原来就是这样也很好吃 就是大家开始有一些 对羊奶有更多的想象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好的开始 不仅点亮了没落产业的前景 后来竟也让自家牧场 闪过了疫情的考验 大部分羊奶的公司 它的很大的一个要素 就是学校通路 那当学校通路 无预警的被切断 而且你没有办法任何反抗 你就是没了 羊的特性是 你能不挤它奶吗 你如果不挤奶 它就会乳房发炎 它乳房炎一旦发生 基本上你这批羊 可能全部都要淘汰掉 那它还是得继续挤奶 乳槽就这么大嘛 那你旧的奶怎么办 你不是处理掉 不然就把它倒掉 当时全台有上万顿羊奶被报废 转型中不再那么仰赖气作的他们 因为有羊奶酪 优格和烘焙的 其他产品能卖 还搭配小农蔬果推蔬菜香 业绩稳定还创造了更好 反正我就是有一台冷藏货车 我可以帮助大家做这件事情 其他农友没有嘛 好 我只是很单纯的初心 就是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结果后来没想到 反正我就是一直做下去 然后那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家的养奶 反而没有受到太多的波及 现在配送多以服务老客户为主 爸妈肩头上的担子轻多了 但黄一金没因此松懈 假日要带农场活动 采访这一天我们也发现 他忙着处理电物 动脑开发新产品 用水杯来做优格 会比较好吗 就是除了到处 你养奶可以喝 这件事情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讲 那我觉得至少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是蛮卖力 在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也确实 也慢慢地让更多人知道 认识养奶有不同的面貌 这个年轻女生 用她的拼劲和家人 一起诞下了原本爸妈 不愿意儿女辛苦的事业 做出了新面貌 找到了使命感 这个产业扬大了我们 那是不是有办法 为这个产业尽一份心力 这样子 感谢观看